既然有人問我說 請問你有發生過恐難嗎 再來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空姐是不是真的很討厭 人家跟你們借筆 很討厭 我想到借筆我就想講 我想到那隻亮亮的一隻 你當我說我在這隻菜市場你 這是我自己的筆勒 然後那種帶團的啊 我講到帶團的 有很多人他們不會填表格 然後我填到不願意填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說 沒關係就你填一張20塊美金 給馬上填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大家好我是大菜 OK我旁邊這個是 我是萌萌 好久不見頭髮都短了呢 我們很久沒有合體 然後聊空服員的事情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現在非常的忙 畢竟疫情跟地情結合在一起 Chaos 今天呢我做了一個小整理 因為那天我開台的時候 他們問了幾個問題 今天我就找他來一起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結果我沒有想到 大家會有這種疑問你知道嗎 你真的好好用用你的大腦好嗎 既然有人問我說 請問你有發生過空難嗎 他覺得你現在是鬼 還是他認為可能是小小的意外 他是用空難耶 空難感覺很大 是因為有電影才會出來那種 而且重點是不是一個人而已 我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他可能覺得剛剛講的 但是他Sun River有很多人生還 所以他可能覺得我們有沒有經歷過那種 破降到河上 繼續回來飛 對 還有問我說你有被破降到草叢裡面嗎 我現在不是拍電影耶 我是真的去當空姐耶大家 如果他真的有發生的話 如果他真的有發生的話 他應該是會一直上新聞 所以答案是沒有的 我懂你們很真心 但請你們盤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問我說你有沒有碰到亂流 或是可怕的經驗 那我就可以侃侃而談 對 那我可以顏色問問題嗎 在飛機上面遇到什麼狀況 你們會很緊張 亂流 還是 雷擊 雷擊 你的雷擊是就是 你的想像的雷擊 來你講一下 我想像的雷擊是這樣 就是一飛機這樣飛著 然後旁邊有烏雲過來 然後就 然後就閃電過來 然後他就這樣 對他開始閃的那一種 飛機有避雷針嗎 飛機基本上不太怕雷 而且天上雷打下來不會有誰 就不會有訴訟好嗎 不會 是完全不會有錢 所以我們有可能 在坐飛機的時候一直被雷打到 你在坐飛機上 你搞不好被一百個雷打到 因為我們飛機上有這麼多人 你怎麼知道哪些人 在那邊給我浪費食物 一定要尿亂尿一通 媽的都欠雷被打 好 第二個問題 再來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空姐是不是真的很討厭 人家跟你們借筆 很討厭 我想到借筆我就想講 借筆借筆借筆 你每天都在跟我借筆 來 讓我跟妳VV到來好嗎 我跟你講我碰過一個 不好意思 我可以跟你借筆嗎 這很正常 我一定會借它 而且我們空姐口袋裡面 我們都會插筆 或是如果穿外套 外套也會插筆 能插幾隻就插幾隻 因為我知道我可以理解 包包裡面沒筆很正常吧 你有筆嗎 你沒有路徑表格要填嗎 他就是跟空姐借筆的那一種 沒錯 像我出國也是不一定會戴 但我自從我爆氣完之後 我就會戴了 然後客人就會說 可以跟你借筆嗎 然後走兩步以後客人就說 可以跟你借筆嗎 對 一直一直 你又一直一直給 但這個都算合理範圍吧 可是你們要想過喔 我身上總不能差幾百隻筆吧 他現在只會說 我等一下玩你 然後都不會回來了 你就當作嫁女兒好了 撥出去的時候這樣 然後有一次妳知道怎樣 小姐可以借筆嗎 一如往常 借她 之後我走回來 她說不好意思 她也要一隻筆 可是妳剛剛那隻筆 不會借她嗎 她說 但我都不能這樣跟她講 妳說我偷出來一次 就借她筆 走出去又回來 她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她也要一隻筆 她是不是帶團的 因為很多帶團領隊 很喜歡拿經驗筆 那為什麼不要一直說 不好意思給我四隻筆 那妳說四隻筆 我還會幫妳想辦法 因為我們飛機上 其實筆會補 但也不是很多啦 反正妳一般就是有幾隻筆 那其他都是我們日月累積 譬如說這一班飛完了 我怕下一班又有人跟我要筆 我就抓著幾隻 然後先放著 來 我再講一個 妳知道我們空姐都喜歡用一種筆 來 妳回答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漂亮的筆 十八十十 上面會怎樣 亮亮 大多數的人都會有一隻 於是呢 我就會放一隻在身上 結果呢 到一位先生 小姐不好意思 我可以給妳借筆嗎 於是我就把手 伸進我的口袋裡面 然後把東西摸出來 摸出來之後 其實有三隻 我挑了一隻給她 然後她就說 我可以不要用這一隻嗎 於是我就拿了另外一隻給她 是飯店的筆 她就說 我想要那隻亮亮的那隻 你當我說我這隻菜市場你 這是我自己的筆欸 不好意思 我們也會碰到欸 我們就從事可能去 Universal環球影城 然後去迪士尼 都會買那種一隻可能三百塊 然後可愛的會插上面 然後他們就會說 欸 那個可以送我嗎 啊我又把電衣也脫掉送你 然後我就說 喔 不好意思 這是我自己的筆喔 那給我Member 我會煩妳又不是歸還她 喔 空姐那麼小氣嗎 就是都會被摸走 所以才不想借 然後現在我的錯 閃怪飯店換了簽名 然後他就隨便被我們拿走 出國自己帶筆好嗎 然後那種帶團的啊 我跟你講 講到帶團的 有很多人 他們不會填表格 有些人他可能不會寫英文字 一定有飯本讓他抄 他也都不會 他就是叫空姐幫他填 而且我曾經一個人 我填過三十份以上 但他們領隊應該是要幫他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填到不願意填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說 喔 沒關係 就你填一張二十塊美金 欸 馬上填 我就心想說 這就不是我份內的事情啊 因為長城線比較會發生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你這後面送完餐也沒事做啊 我送完餐很忙好嗎 我只賣名字會品 我還要幫你們用點心 還有人亂七八糟的 讓我們一堆吃花生吃瓜子的 丟在地上 瓜子清完垃圾 我要去後面倒水 準備拿水出去了 多忙啊 下一個問題 這個很可愛 菜 我想問一下 那你們那個跳傘的都放在哪裡 跳傘 猛家人不要這個點 你是不是覺得有跳傘 該有吧 你們覺得是有 你看他 你叫他發言好了 他現在發言就是那樣子 不是要有嗎 每個人一人一包 就是準備要跳傘的時候 他準備會發這樣 我們會衝起 為什麼他在氣往這邊跳下去 把他推下去 對 我想看一下 來 我看影片的時候看到是 好像會有一個巨大的 充氣溜滑梯 這個就是在 如果飛機在地上撲下的話 它放出來是當滑梯 因為飛機很高嘛 大家都兩到三層頭高 飛機如果在水上的話 那你會變成船 而且那個還有帳篷 還要把帳篷搭車 還有帳篷 有 上面有 如果下雨的時候 對 下雨天的時候 然後平常是受訓 還要上去搭帳篷 不是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去飯店還要搭帳篷的原因是 又懂他耶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子 Anyway 我們飛機上沒有跳傘 沒有跳傘 沒有跳傘 那客人可以自己帶跳傘上去嗎 那你當然用不到啊 因為在飛機上那個 機門是不能開的 因為飛機裡面是有壓力 那它的壓力要放掉的時候 只有碰到跑道上的時候 它才會把壓力給卸掉 所以像Airbus的飛機在窗上會有一個燈啊 那是因為它飛Airbus 但是我跟你說 在飛機上降到一個地方就可以 它一直可以開的 我們受訓的時候 說門可以打開耶 對 如果有什麼的話 我們去飛不同的飛機 這就是不同的飛機 就是飛機上 如果不小心失火有濃煙的話 我們要把那濃煙導出拆出去 所以呢它就會降到一定的高度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一個帶子 然後綁住那個飛機的門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他們就會扣住 然後我們有這個受訓過程 認真的嗎 認真的啊 所以我就說他們飛Airbus 不懂啊 所以剛剛那個 猛將跟我的想法 不可能發生 因為基本不會打開好嗎 然後你不用擔心 你會被吸出去 不會 你飛機上有壓力是不會的 下一個 阿菜 請問一下你們空姐 是不是很討厭泡泡麵 其實我沒有很討厭 因為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飛長班 大家會肚子的正常 有時候你冷 你想要吃點熱熱的會正常 但是 你有沒有飛過一段跟十段 左右台灣的帶團 這群人都給我自己帶什麼 一多讚 八個大餐 小姐 我們只有幾個空姐在後面 三個 基本上我們泡麵都打開來 它就是只有粉 它不會有油 那你們自己帶的就會有油 而且重點是他們還會告訴我們說 我要先加水 然後最後才加粉 或者是我的油包不要 或怎樣 或者是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泡 你可以把熱水拿到我面前嗎 我的熱水沒有辦法這樣搖搖 或拿出去 而且我們也不能在廚房泡好了 讓你自己拿回座位 不行 我一定要拿一個盤子 然後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端到你座位 再把它放下來 如果你是你自己的泡麵 還有這麼多的話 真的做不到欸 會做死欸 我告訴你啊 絕對有解啦 怎麼辦 來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跟姐講說 你們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機師嗎 OK 其實如果有很多人在後面聊天的話 也會 就是他們會打在駕駛場 然後請你把那個CPL site打開 讓大家知道說現在要通過來 然後就會回去 然後就不會送財 哦 各位旅客您好 我們正在經過一段不穩定的請留請您聊 在座位上做好並洗好 安全帶請不使用洗手間 謝謝你的合作 我們會暫時停工營熱營 因為很多 老實說很多CLEAR的TUBULANCE 可能會亂流 所以那個是雷達上面看不到 你一次我泡這麼多 其實也是真的非常危險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 在不能出泡麵的時候 趕快拿其他食物 先讓它吃飽飽 有些人 欸這會還會 甚至睡著了 有些人他執念很深 他一定要吃 對 這時候又拿另外一招來 那個我們等一下再過半小時 會想要準備早餐了 那你要不要直接等早餐好了 但有的人他會說 好那你兩個一起給我 沒錯 但是呢這個比例已經降到 算比較低 非常低 所以就是這樣生存過來 因為其實泡麵在飛機上不好吃欸 因為人在高空的環境下 加上震動你的味道會下降 像如果你帶一些最濃烈的上去吃 其實那個味道就會降一階到兩階 你會吃起來好像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一般的飛機菜 你在地面是不是沒有辦法吃 因為它偏牛偏鹹 所以我這樣的話 要跟空姐講說 不好意思我那個泡麵想要再多加一點 不要再亂了 不要再亂了 現在不能了 現在不是要一定要有杯架嗎 現在帶自己的泡麵不會幫你泡 後來後來就是因為這些旅行團 太多了 尤其是台灣的 所以公司就稍微改政策 安全問題一定要有杯架 一定要有杯架 所以只能是公司的泡麵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好不好 這個空姐系列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我是阿菜 我是芒華 掰掰